說這是以色列帶進來擺拍的 地面上出現深不見底的大洞 周遭還散落鋼筋鐵架 這正是以色列國防軍宣稱 加薩西法醫院裡有哈馬斯地道竖警的第一份證據 不只如此 士兵還發現一輛專門誘殺敵人的陷阱車 裡面火力驚人 最關鍵的是軍隊在醫院找到一位哈馬斯人治遺體 他是65歲的魏斯 10月7號那天遭綁架 丈夫已不幸身亡 以色列國防官員表示 從醫院筆電裡發現人質相關影像 受害者是否也在醫院裡的地道 還有帶以色列士兵深入地道探查 尽管以色列公布的畫面 真實性還需查核 不過專家表示以色列會將最原始情報 跟最大盟友美國分享 讓美國更有信心力挺以色列 支持哈馬斯拿醫院當據點的說法 不過哈馬斯成員立刻出面反駁 只控制以色列隨身帶著一批武器 放在醫院裡面擺拍 想要栽贓給他們 約旦外交部長也跳出來 說以色列指控荒謬至極 連約旦在加薩設立的軍議院 都被說成底下有哈馬斯的地道 加薩最大的西法醫院遭闖入攻擊 近村的其他醫院人心惶惶 第二大的聖城醫院醫護人員跟病患 還有暫時避難的加薩人已經全數撤離 當時能逃的時間只有不到半小時 巴勒斯坦紅星月會指出 阿赫利進行回醫院遭以色列坦克攻擊 大批民眾舉著白旗冒險撤離 加薩南部納薩爾醫院院長表示 十分擔心北加薩的同業安全 以色列轟炸醫院或是哈馬斯屠殺和綁架都構成戰爭罪 然而戰火一天不停就無法展開相關調查 戰爭拖越久 戰爭罪證據越難保存 幸存者心理陰影如果太大 將來也無法擔任人證 受難的平民想要獲得一個公道 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以色列官員宣布同意讓 往後每一天都可以有兩輛的油罐車 進入加薩走廊提供燃料 我們交給記者韋家綺 以巴衝突齊齊延燒 那麼以色列是整個封鎖了加薩走廊 那麼現在他們說他們捲取了兩罐油量車 每天進入到加薩裡面 那麼燃料是不是要來了呢 根據法新色的報導 是講到了以色列的官員 他們說因為受到美方官員的要求 以色列的戰時內閣已經同意了 每天讓兩輛柴油車可以進入到加薩裡面 去幫他們補充燃料 滿足聯合國對於支援供水下水道 基礎設施的需求 不過有人就認為這樣子 以色列算不算讓步呢 但是其實很多的加薩居民都認為 這兩輛的柴油車根本是杯水車心 這些油料他們說了 絕對不能跟哈馬斯雷接觸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10月7日前 其實每天大概都有50輛的油罐車 進入到加薩 現在每天只放行兩輛 所以對於加薩民眾而言 幫助其實並不會太大 不過以色列軍方說 他們即將摧毀加薩地帶 北部的軍事體系 而南加薩這邊 似乎也開始要有行動了嗎 我們再交給佳琪 那麼現在以色列是不是要擴大 他們的軍事行動往南推進了呢 因為以色列他們宣稱 摧毀了北加薩的哈馬斯體系 那麼現在是不是要往南進行當中呢 我們來帶你看到的是 這以色列的國防軍參謀長就說了 我們將摧毀加薩北部軍事體系 而且還會持續展開行動 但是為什麼外界會擔心 是不是要往南邊來移動了呢 因為最近以軍在南加薩的第一大城 空投了一個傳單 裡面是點名了幾個城鎮 甚至要求這些民眾可以趕快離開 所以他們說包括了在卡拉拉庫札 巴尼舒海拉跟阿巴桑這邊 都有收到傳單 暗示著以軍似乎已經有 下一步的行動要進行 而這個地方可能就在南部的城市 那麼現在以色列的防長 加萊特也講到了 以軍已經掌控北加薩了 地面行動將持續數個月之久 涵蓋加薩南北展開下一段的作戰 那麼展開了下一段作戰 就加上南北這兩個字 所以就讓大家認為 應該是要往南推進了 APEC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同時 反戰抗議的群眾也有訴求 是什麼呢 再交給佳琪 那尾巴戰火不停 現在國際對於以色列 是不是要停火這件事情 也非常關注 尤其是15號在舊金山 登場的APEC峰會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反戰抗議的群眾 直接封鎖了這APEC的要道 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希望政府可以停止援助以色列 那麼要希望喚醒各界 對於加薩走廊 種族滅絕的關注 通過畫面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人都舉著這樣的標語 就擋在APEC峰會的 主要的要道上面 希望可以喚醒各國領導人來關注 而且對他們的重視 但是以色列時報就報導了 以軍在西法醫院周邊的建築物 已經尋獲了兩具的女性遺體 他們說他們就是遭俘虜的人質 那麼哈馬斯似乎已經對他們痛下毒手 那麼這也是第兩位 就是首位是死於囚禁的人質 包含了一名女性的19歲軍人 還有65歲的女性婦人 所以以色列是相當譴責這樣的行為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的國際資訊 不妨掃一掃QR Code 幫你更新最新的新聞資訊 以色列懷疑人質 其實就藏在加薩的西法醫院下方 不過現在哈馬斯也不吃 哈馬斯狙擊手偷襲以色列大兵 尾巴衝突超過一個月 雙方地面激戰越發猛烈 以軍空襲力道也絲毫未減 更釋出一段最新影像 轟炸武裝組織兵工廠 瞬間火光濃煙沖天 景象驚人 未鎮除哈馬斯 以色列軍方不排除再往南推進 不過越是靠近哈馬斯核心據點 會消息接踵而至 年近十九歲的以色列 國防軍下士遺體被找到 就在西法醫院附近 包括前一天在同一區域 找到的65歲人質 還有德國女刺青師 至今已經有三名人質 不幸罹難 家屬身類聚下 患不回逝去親人 西法醫院附近 頻頻發現人質踪影 成為以軍目前投降目標 但哈馬斯卻反駁 只是出於人道 待受傷人質就醫 以巴各說各話 但光靠幾支影片 以色列軍方說辭 恐怕也難以令外界幸福 搶救人質該如何進攻 或該不該全面進攻西法 成為納坦雅湖政府 燙手生育 TVBS新聞 歡迎收看 您現在收看的是 TVBS新聞台